由讲师讲解日本传统服装与御衣穿着方式 学习外国文化不能只是看书听课 更要实际体验 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特别来到日新国中办理日本文化体验课程 我觉得这一次的活动是促进我们中日交流的一个好机会 是非常棒的一个活动 再加上我们今天穿的这个御衣啊 他虽然说穿起来有点凉 但是看起来非常帅 还有我们这个木鸡 我在家里也通常都这样穿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棒 那教育东西最简单从衣服 拾衣柱形开始 让这个最容易让最容易着手 也让学生更加快认识 那个日本的文化 那滕田先生来到这里呢 他很细心也很贴心的 一个步骤一个步骤 step by step 这样教孩子怎么穿 那先有还要老师示范 再由学生来穿 我想这整个过程就需要让孩子 除了知识的理解以外 再加上体验 就是落实108课纲 除了课堂讲授之外 也安排了和服体验活动 让学生穿上和服 感受日本文化 体验穿着浴衣 比较与台湾服装的差异处 第一次穿和服 学生们直呼新鲜又难忘 穿寓衣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就是要缩小腹 然后变很紧 然后走路的时候 就是会变成小碎步那样子 今天老师有教我们 浴衣相关的日文单字 觉得其实收到很多知识 也认识了不一样的文化 穿浴衣的步骤有很多 也不能穿错 然后也要同学帮忙 自己一个人可能 没办法把这件浴衣穿好 没有穿过这种衣服 很有日本人的感觉 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服饰 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注意 在老师同学相互帮忙之下 每一位同学都有机会 亲自体验穿着浴衣 过程中自然而然 学习到简单的日文单字 留下美好的回忆 他觉得很有趣 因为日新国中的学生 非常的聪明 简单的日语带进去 或者是穿浴衣的一个方式 学生都能够立即的反映 透过日语 透过文化 透过学校跟学校之间 可以让台湾跟日本 做一个很好的一些交流 透过跨文化的学习 让学生对于日本文化 有更多认识 更懂得尊重与接纳 不同文化的差异 呼应108课纲 从体验过程中 学得不同知识 记者蔡世奇 草屯镇采访报道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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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